在古装电视剧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打仗的时候 将军一声令下 那些士兵们就直接向前冲了过去 可是令人疑惑的是 这些士兵们难道不害怕吗 他们明明知道 站在前排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 为何却还是这样做呢 在古代战争中 许多人愿意向前线冲锋 即使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其实这是因为古代士兵渴望出人头地 希望能够晋升到更高的地位 就像拿破仑说的 如果士兵们不想当将军 那么他们就不是好士兵 古人常说匹夫无罪怀彼其罪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古代将领会在重大战役之前 向勇往之前的士兵承诺诱人的奖金 鼓励他们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 为了引起将领和上级的重视 士兵们必须在将军看到的情况下 全力杀敌 展现自己的勇猛 如果士兵们只是简陋 将军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反而还有可能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关于士兵勇敢冲锋的故事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丰富的奖励机制 商鞅曾提出负责贵 赏罚分泌的思想 把经济利益作为激发士兵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古代战争的特点之一是 需要大量士兵参加 此时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确保战士们有充足的动力投入到残酷的战斗中去 古代国家由于技术发展水平较低 无法充分依赖武器装备及策略战术取胜 所以领导人便依靠激发人们的勇气来增强战斗力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在军事行动中引入诱人的奖励 这样不仅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也可以减轻领导人在管理上的负担 有些皇帝会对凯旋归来的英雄提供特殊对待 授予相应的封号和职位 所以当士兵们站出来挑战重重险阻之际 往往会受到高级官员的关注和赞赏 最终有可能达到朝野皆知的地步 这样一来 原本普通的草根人士也能走向辉煌的人生之路 被誉为真正的英雄人物 而这一切的成功取决于是否勇于挑战命运 并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据实书记载 《史记或之列传》中有提到 取得战功最高的将领 可以获得土地 房屋及奴隶等将领 以秦朝为例 斩杀敌军一个将领 可以获得一请两天 房屋及奴隶 从此摆脱平民身份 一跃成为贵族 而战功则分为二十级 每杀一人就增加一级 奖励也越来越丰厚 再说了 成为前前士兵 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机遇 当然了 这里的机遇并不是指 获取更好的物质待遇 或者是得到更多晋升的机会 这里所说的机遇 值的是参与重大军事行动 以及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 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如战争爆发 或是国家危机时刻 前线士兵 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这样 很多士兵才愿意拼尽全力 去争取成为前线的一员 对于战士来说 排名越高就意味着他们的表现越好 一直以来 战场上前排的士兵就好比足球场上的前锋 这个位置很重要 虽然每个人都明白 成为前线士兵并不意味着更容易生存 反而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但他们依然愿意承担这份重任 因为他们坚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从前线士兵的身份来看 他们无疑是英勇无比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 在冲锋陷阵的路上前行 因为前方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敌人 更多的是未知的风险和挑战 没有人知道 他们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 也无法预估自己的生死 但是尽管这一切都非常艰难 他们依旧选择了向前迈进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前排的 我们要明确一点 战场上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能力和技巧 换句话说 有能力的才有机会上 这种观点不仅仅适用于古代战场 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竞争场合 要知道 古代军队在招募士兵时 往往会优先选择年轻 骁勇善战 并且有一定技能和经验的士兵 放在前列 以此来保证军队的整体实力 同样的道理 在现代社会的企业招聘中 企业也会优先考虑拥有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候选人 而在古战场上 士兵们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前排士兵往往是军队中的精英 他们不仅具备出色的身体素质和战斗技巧 还要有过硬的军事素养 核心理承受能力 这些士兵在选拔过程中 会通过一系列的考核和训练 以确保他们在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例如他们会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 包括长跑 负重行军 攀爬等 以增强自身的耐力和敏捷性 不仅如此 他们还需要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 如长矛 弓箭 刀剑等 以便在战场上能够灵活运用 除了这些基本的军事技能外 前排士兵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战场上 他们面临着生死考验 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面对敌人 所以他们在训练中会经常进行模拟实战 以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无论是在古代战场还是现代职场 有能力的才有机会上 这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只有具备足够的能力和素质 才有可能在这个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取得成功 身处战场的第一线 成为了无数勇士的梦想与荣耀 然而也成为了一种巨大的考验 在这个位置 要么光荣牺牲 要么承受无比的压力 活下去的希望渺茫 在战场的最前线 第一排士兵 无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压力 他们不仅要承受敌人的第一波攻击 还要面对可能随时降临的死亡 然而 正是这份责任和勇气 使得他们成为了军队中的精英 要知道 前排士兵的武器装备是最精良的 他们的盾牌厚实坚固 可以有效地抵挡敌方的攻击 他们的长矛尖锐封闭 可以在近距离战斗中给敌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种装备的优势 使得前排士兵在战场上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而且前排士兵的战术素养极高 他们是经过严格的训练 熟知各种阵法和战术 能够在战场上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也非常强 能够在关键时刻互相支援 共同抵御敌方的进攻 所以说前排士兵必须在战斗中保持高度的警觉和专注 以确保能够顺利完成人 当然了 前排士兵的心理素质也非常重要 他们需要在战场上保持冷静 面对死亡和血腥的场景 不能有丝毫的恐惧和动摇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如果前排士兵感到疲惫 他们可能会选择后退 但这往往会招致严重的处罚 包括身死盗销 在古代军中 临阵脱逃被视为骑士大路 一旦发现 不仅本人会受到严惩 甚至会连累家人和亲朋好友一同受罪 所以说 对于前排士兵来说 一旦上了战场 就只能勇往直前 没有任何退缩的余地 在战场上 炸死可能意味着暂时逃离危险 但是在古代战争中 这种方式的成功率极低 因为前排士兵倒下后 很容易被后续冲上来的战友踩踏 或者被敌人捕刀 所以实际上 炸死的风险非常大 几乎等同于送死 而且战后经理战场时 为了避免有人生还 敌军通常会进行二次检查 确保所有死者都已经真正死亡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风险 前排士兵们依然选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背后的原因既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也是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 对于这些前排士兵来说 尽管生死未卜 但他们更愿意为了信仰和责任而战 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 以史为敬 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敬 可以明得失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